为了追求极致愉悦 她每天下班都蒸桑拿 热浪扑面而来 身上满是汗水 十分钟后 毛孔全被打开 皮被瞬间消除 此时立刻跳进冷水池 并运火之间的转换 会跳动每一寸神经 放松中还会带着兴奋 交替重复三次 就能达到最完美的状态 性子先在口干舌燥 渴望已经占据大脑 而这时旁边的女人 就不合时宜的秘密私语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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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子又坐了回来 继续等待着 她期盼已久的极致体感 随着最后一滴汗水落下 性子浑身一颤 在这种满怀期待的状态下 她急匆匆走进超市 挑了一款坚状的韭菜 毫不犹豫放进购物框 然后才去挑选果服的食物 特价的烤串 是不可缺少的美味 清甜爽口的醋烟青花鱼 再贵也要拿上一盒 接着就是今晚的主角 性子目不转睛 走向酒水专柜 泡澡后喝罐冰啤酒 却将她拦住 今天竟然有市场会 男人举着冰镇饮料 免费请性子品尝 口干舌燥的性子 刚想伸手去接 性子用超强的意识力 强忍住内心欲望 拿起一大啤酒 开开心心回家 可还没到享用的时刻 她要将啤酒放进冷藏室 在订好闹钟 等待达到最佳温度 接下来还要处理下酒小菜 将青花鱼轻轻切成小块 腌制好的鱼肉 浇上橄榄油 就可立即食用 但加上密质咸菜 又会有不一样的口感 成品鸡肉串 放进微波炉里 只会变得干燥 必须用锅小火慢煎 出锅前撒上最爱的调料 简直能好吃到飞起来 性子强忍口水 准备第三道菜肴 酒菜和鸡蛋炒在一起 用酒菜的刺激 去中和鸡蛋的腥味 留下的只有鲜嫩清爽 性子突发奇想 加上一勺天朝辣椒酱 瞬间变成中华风味 最后盛上一碗 半岛高级料理 这一餐 汇集了亚洲各国的美味 这时闹铃响了 刚好到了最佳饮用时间 一人独卓正式开始 把啤酒倒进冰镇过的酒杯 泡沫刚好和杯口齐瓶 一口喝进嘴里 消水掉泡澡带来的干渴 这就是最奇事的快感 趁着味蕾都被激活 赶紧夹起一口肉串 油脂和肉香在口中混合 简直是极品美味 他将剩余的啤酒一眼而下 准备开启第二杯 但他有一个规矩 每杯啤酒 必须用心病症的杯子 这样才能保证最冰爽的口感 美酒配上佳肴 杏子感到幸福不过如此 即便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 但认真对待每一餐 感受每个美好瞬间 为自己双遭快乐 将烦恼抛之脑后 这才是最完美的人生态度 酒以见底 菜也吃光 吃饱喝足的杏子 对着盘子鞠了一躬 感谢美食带给人们治愈 我不服 这个三口一头猪的男人 竟然当了厨子 还想挑战中国至高料理 校园菜系 第一关就是和食堂阿姨的对决 当然不是比谁更好吃 而是比谁做的难吃 只见大妈挥舞40米长的锅茬 烟雾缭绕之间 乒乒乓乓 仿佛兵器在碰撞 不一会儿 佳肴完成 她披上学生送的锦旗 将这道 让人看了就想去努力学习道 五人月饼 会牛蛙奉上 胖厨子口吐鲜血 这不正是当年送她去 秀西方的顶级食堂黑暗料理 正当阿姨胜权在卧室 胖厨子已经将牛蛙吃了个精光 他早已不是那个稚嫩男孩 被科技和狠活磨练后的味蕾 只有极致的辣味 才可与之以战 厨师还给阿姨的 正是味觉中 唯一的痛 魔鬼娇鱼头半脏 阿姨胆战心情咬起一勺汤 精心放进嘴里 辣味混着鱼心 瞬间攻占大脑 仿佛吞了颗火炭 却怎么也吐不出来 阿姨输了 倒在地上丧失战斗能力 就在胖竹子兴出胜利时 却忘了校园料理的高手 都藏在宿舍间 体育生丧标率心出战 他制出一杆标枪 穿透羊腿 盯在墙上 随后踹过一盆热炭 手上抓满孜然和辣椒 拍掉多余的调味料 原地助跑 以340米每秒的速度 起跳 上杆 用身体带动单杠 开始一圈圈 向前大回还 动作卷起热浪 完美包裹羊腿 制烤到外焦里嫩 这是灰太狼最爱的 会运动的小羊 而女生宿舍代表 则做起了追剧神器 热辣鲜香小龙虾 最绝的还属宅男黑科技 用大型游戏 带动CPU的高温 煎出的蛋 入口即化 再配上风扇切碎的香肠 天南海北各地室友 带来的家乡调料 共同汇聚成 校园终极美食 宿舍泡面锅 三道菜端到评审面前 还没开吃 就已感受到青春的味道 评审只尝了一口泡面 立刻回想起 曾经暗恋的女神 和帮她成长的兄弟 随后她风卷残云 吃光了所有的菜 压力给到胖厨子这边 她要怎样挑战 校园经典美食 男孩用手指摇起鱼子酱 一口吃掉母亲半个月的工资 可又清又闲的味道 嗆了她眼泪直流 从这一刻她幡然醒悟 所谓顶级食材 只是权力的象征 只要赋予价值 猫食也是瞎咬 凭借独到的见解 男孩成了顶级厨师 用一手表演性的烹饪方式 将各路富豪囚禁在 她精心设计的美食牢笼中 奢华派对上 她拿出顶级波笼 扯下肥美的熬钱 拧下Q弹虾肉 虾钱扔进汤锅炖煮 虾肉则用黄油烹炒 等付出搬来精致的托盘 随即她开始美食创意秀 把肉扑在捡来的礁石上 营造出吃不起的样子 再淋上墨鱼淹没的酱汁 显得更加高端大气 最后放上一勺 忘不掉的童年回忆 这道菜做完 隔着几十米 都能闻到大海的腥臭 而这正是富豪们 梦寐以求的自然味道 土豪迫不及待拿起虾肉 沾满冒泡的汤汁 胡润吞进嘴里 满口都是新鲜 明明令人作呕 他却吃得有滋有味 作为厨师的保罗 不自觉露出坏笑 为了让饥饿餐厅更有噱头 他想出很多花招 不但为富豪提供上门表演 而且每次都用不同的菜单 一边是街边摊炒面少女 一边是刘洋贵来的三星大厨 彼时尚未开始 结果已经显而易见 题目是黄金蛋炒饭 毫无悬念 街边摊胜出 因为他炒得更有锅气 小美成功留在餐厅 实现了毕生梦想 却没想到 这会是场噩梦 上班的第一天 主厨就闻出穷酸的味道 直到他欠了一屁股战 就肆无忌惮 让他处理最昂贵的食材 A5和牛完美的大理石纹路 需要精湛刀工切成薄片 小美刚拿起刀 保罗立刻训斥 稍稍调整角度 又被挑剔拿刀姿势 好不容易卸下一刀 却浪费掉一整月的薪资 工作不到五分钟 他已经负债累累 小美强人委屈 保罗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终于切出完美厚度 保罗又让他学习鞭炒 9949次以后 保罗也忍无可忍 他指着浪费掉的食材 愤怒地质问小美 食材比手艺都贵 还配叫做厨师 他让小美继续训练 直到满意为止 小美一遍遍尝试 双手烫得全是优点 经过一整晚的努力 终于炒出完美和牛 可这也仅仅是进厨房的第一步